那這裡講到這個語言 他說 語言的傳達 雖說人口快如風 到底是不亦傳播 自從有了文字就已傳播久遠 也是這樣 加上近代發明的電話電視 導師現在如果再知道 網路時代更快 傳播更快 而且更全面 這一世界的人類意識更是息息相通 每一個訊息都很快能夠互相理解 通達 然而息息相通的 都是充滿了萬語兩舌 二口奇語 包括黃色 黑色的 現在正在進入這樣的世界 你看 導師就已經知道了 他說 宣傳建設人類的永久和平 而違反人類的正常德行 真正是原木而求餘 好 那講到這種傳播 像我們剛才講的 像現在這種很多LINE 這種媒體 海波羅人一傳就是所有的人 群組裡面非常多 那這一些 但是很多都是不加簡責的 雖然不是講話 但是一樣是言不及益 這些是沒有道理的 沒有意義的 沒有利益的 你稍微要分辨一下 就是你要稍微要善加分辨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很可能在無形中 傷害別人 傷害自己 傷害佛教 也很有可能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稍微要謹言慎行 就是這樣 那孔子也有講 講說 有兩種 背棄道德的行為 敗壞道德的行為 一種是 就是我們講的道聽而徒說 道聽而徒說 現在來講就是 人家傳給你什麼消息 你覺得好 你就馬上傳出去 那你都沒有稍微檢測一下 這個道是對或不對 好或不好 所以有時候有人傳給我 我覺得這樣講是沒有道理的 不對的 你說最早的時候 有人傳給我一個消息說 有一個和尚跟有一個屠夫 那這個和尚天天 和尚跟屠夫 這個試驗的和尚旁邊住的一個屠夫 他兩個是好朋友 因為和尚早上四點起來就要送金 那屠夫也是早上四點起來要殺豬 那太晚了 市場就沒得賣了 這個太晚了 送金就過了 所以兩個人都怕碎過頭 所以就互相約定 起來的時候就要叫對方起床就是了 結果這個幾年之後 這個和尚下了地獄 屠夫上的天堂 然後就說為什麼 就有人傳了這個給我了 我覺得這根本沒道理 那麼說的 根本業力不是這樣子的 他說為什麼 因為和尚天天叫屠夫起來殺豬 屠夫天天叫和尚起來送金 所以和尚送的金都是屠夫的 屠夫燒的豬都是酸和尚的 哪有這樣的道理 不說八道 根本業力不是這樣子的 後來很多人傳給我 我就乾脆寫一篇文章告訴他 什麼叫做業力 善惡的業力哪裡呢 而且真的要來講 屠夫跟和尚 屠夫叫和尚 不是叫和尚起來送金 他是怕自己 因為他是約定 彼此是擔心自己殺不了豬 送不了金 他並不是和尚叫屠夫起來 並不是叫屠夫你趕快去殺豬 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就算也是殺業 業有生業 口業 異業 他這個也是口業而已 那生業他殺是他殺的 他怎麼算也算不到和尚身上 和尚送的金 怎麼樣算也算不到屠夫身上 就是這樣 那就算說 好啦 就算這個屠夫 屠夫有一點善業 也不能因為他做的善業 他也不能毀他 他哪裡叫做人生天 生天要有十善業 他天天殺豬還能生天 哪有這種事 是不是 他天天送金 他也不是早晚課而已 平常和尚除了早晚課 他也是持戒休息 哪裡因為這樣叫屠夫 只是叫屠夫起床 就要下地獄 哪有這種東西 所以那是有的人天天就覺得 嗯 好像有道理 哪有道理 根本你要想一想就沒道理 業果根本就不是這樣子的 後來很多人傳給我 我覺得這個要糾正一下 就開始寫了一篇文章 告訴他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那有時候我也懶得回來 就是說 但是看到其實有時候講得太離譜 根本不可能這樣子 我們就稍微覺得這個是遙遠 或是這個不是道理 不要再傳了 那道天而徒說 你這條路講的話 你道跟圖 道跟圖都是路 在這條路講的話 在那個 那一個路口你就跟別人講 就開始傳播出去 可是我講言不吉利 都是不正確的話 沒有道理的話 沒有意義的話 沒有作用的話 沒有道理的話 你就這樣傳傳傳 其實他也是造業 也是造業 真的 那這一部分我發現 他這一部分現在這種賴 非常的流行 很多人 反正覺得好就傳了 他也不曉得 其實他也不懂道理 這很好 道天而徒說 德之氣 背棄道德 沒有道理的 跟你的修行是違背的 是所 也可以講有德性的人說 背棄的 唾棄的 所以說你是違背道德的 另外一個也一樣 他說相冤 這個我們就可能比較知道 相冤 德之賊 德之氣 德之賊 賊就是危害 危害你的德性 你不做十三業是危害德性 德之氣跟德之賊 相冤是什麼 相冤就是說 人家說好你就說好 大家都好 有點像爛好人這樣 沒有 不會分別 不會分別善惡是非好壞 就看起來好像 你是好人大好人 很重喔 不會傷害別人 可是你沒有善惡 沒有是非 沒有好壞 你要分別啊 好是好 不好是不好 這個也是不會分別啊 不會分別對錯 不會檢測到底是 對的還是不對的 不會分別對錯 是非 有道理沒道理 那你覺得好的你就傳啊 就跟人家講啊 可是這個是德之氣 這個是德之賊啊 我們修的就是修德嘛 德性嘛 道德啊 那這個就是功德 我們什麼功德 道和功德 那基本上 我們要道天而徒收 這種就是語言上 尤其像現在 手機也很方便嘛 一傳你要傳給一千人 都可以一下子而已 喘了 大家要有道理的 而且正確的 真實的 因為現在接受資訊很方便 而且有大量的資訊 要真實的 你要先分別這個是真的假的 對的錯的 好的不好的 真實而且要正確的 這個確實是有這件事 他不是沒有這件事 不是遙遠 很多是遙遠 我接著很多資訊 都不是遙遠 根本就沒有這種事 而且不可能有這種事 常常都有這種的 我相信你們也會有 很多都是有這種 那現在別人傳給我們撥管 我們就覺得 這種根本就沒有道理 沒有意義的 那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不要傳這些別人 不要再轉傳 以前最流行的 是什麼幸運信 你接到這個信息 你轉發給100個人 你就可以多幸運多幸運 然後再給你舉例 某某四川什麼人轉了100之後 他做了第一個獎 某某某人轉了100峰之後 忽然之間 人家送一筆土地給他 我就轉真的有的沒有的 連查證都沒辦法查證的 然後有些人就說 這個美國天文台 什麼英國天文學家 什麼BGC 有的沒有的 然後報導什麼 根本也不是真的 你都沒有查證 然後就傳了 哇 好厲害 好危險 好怎麼樣 然後就開始到處傳 遙遠 上坡遙遠 佛教徒基本上要有智慧 然後這個也算口業裡面的 因為你到處傳嘛 雖然不是你講的 可是你發的嘛 這個文字是你發的嘛 所以他也 有時候是妄女 有時候是惡口 有時候是兩舌 有時候是棋女 倒不是棋女多了 道聽途說 德之間 真實 正確 然後 有好的作用 有利 就是有利 有利就是有好的作用 有益 有利有益 我們來講 有益於社會 有益於人心的 要有益 有好的作用 這樣我們稍微要檢測一下 像我們如果要傳給 應該在訊息 我們都要稍微檢測一下 或是你在傳給我的 我們覺得好或不好 稍微要檢測一下 真實 正確 有益 我們再傳 這樣你的口業就比較清靜 口業不是講話而已 現在像這裡講的就是 這個訊息息息相通 一個line 一個什麼船 一下子很快 所以他這裡講 所以他這裡講 所以要 你德之氣 就是 就背離這個道德 德之賊就是敗壞這個道德 十三項就是道德的 德性的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違反人類的正常德性 就是德之氣 背離 違反 這個就是德之氣 敗壞人的德性 這個是德之賊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違反人類的正常德性 真是原木而求雨 就是雨 你要到河裡面去找 你到樹上找哪裡找得到 那你兩則惡口忘語其語 你哪裡能夠修行 你哪裡能夠幸福 你如果不能帶給社會幸福 帶給別人幸福 不能帶給社會智慧 影響社會有好的風氣 不能帶給別人智慧 也讓別人一樣愚痴 那你還不是會跟這一樣的意思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他這裡講 這是口業 那口業這邊我是覺得 像傳播 比如說我們接到什麼訊息 我們要傳出去之前 稍微要謹慎 不要到處傳 到處傳 好你就會很好 不好你就會很不好 因為大家都受你影響 恐慌 以前我在讀服務員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我們以前講的好行小慧 好像要 對他覺得他自己很有本領這樣 那個時候不是李登輝什麼兩國論 我們這時候正在讀服務員 他就講兩國論 然後就台海很緊張 服務員有很多都是外國的學生的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有些越南 有一些甚至韓國來讀書的 然後他們就很怕 萬一戰爭他們回不去 因為機場就封閉 所以那時候就人心惶惶 因為剛剛要開學 那一個同學 因為他大陸有親人在那邊做聲音 那個時候是好像江澤民 然後他就開始起來想說 他有內線消息 這個幾號 中共就會用飛彈打台灣 而且第一顆一定先打高雄 因為高雄民進黨的支持得多 第一顆一定先打高雄 所以他有內線消息 然後我講到這樣 我那些本來要讀不讀的 現在就決定不要讀了 要趕快回去 我就罵他 我說 我說你不要在這邊散播 散動人心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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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結果哪裡有 也沒有啊 現在是 但是他就是 他小聰明嘛 就覺得好像他有沒有本事 好奇小慧就是這樣 他有本事 他知道很多內線消息 他很會分析 他懂得很多 然後講了一些沒有實際考證的 然後就影響到人心 因為這樣 其實他也沒有讀畢業 他自己心裡動啊不動啊 不知道怎麼樣 他沒有讀畢業就離開了 所以我們要想一想 其實像語言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代表很大的作用 那特別是我們在處理這一塊 其實修行 修行沒有什麼 就是稍微注意你的生活意而已 像這種很簡單的 我們都不注意 那你要去天天 這種你都不在意 然後天天去在意 在意那一些什麼正面真如 什麼 那些根本還用不上的東西 所以這種部分 極空極有 非空非有的 你要先了解這種東西 把它弄清楚 然後不要言不及意 不要寶石中日 無所用心 不要群居中日 言不及意 也不要道聽途說 那你這樣基本上開始有一個好的根基 所以五聖共法裡面這個根基要先樹立起來 要不然你修什麼 你蓋越高根基越不穩 你很容易倒 風一區就倒 地震來一下也就倒 其實很重要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他講 你如果不這樣做 那你說要 你是要進一步 因為他這個是齊家治果 那是五聖共法 五聖共法是人天善法 所以他還講齊家治果 比天下 那是圓木求雨 其實就是你要幸福快樂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都讓人家不幸福 讓人家不快樂 你還會幸福快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口業 好 再講異業 那異業有三 離貪欲 離稱貴 離邪賤 就是貪稱吃 離貪欲是對他人的財務欺視 不管是先生還是太太 其實就是沒有外遇 其實就是不偷盜 不邪癮 權威不起貪欲而欲得的心理 這個貪呢 貪 就是主要是心的狀態 你貪求別人的 你喜愛 貪愛 這一些名 利 或是財 色 一般我們要講財色名食稅 那並不是你擁有這一些 一般說財色名食稅 低欲五條根 並不是你擁有這些就會下低欲 哪有可能 波斯尼王也有啊 對不對 評伯說老婆也有啊 他們還不是錢多的要命 還不是欺卻陳情 但是他們不懶著 不意為這樣 會達到這個而去造異業 他們的權力那麼大 名聲那麼好 那這個波斯尼王還吃著肥肥的 就種口吳之欲的 佛陀還叫他要減肥 那他也沒有下低欲啊 問題是你為了追求這個 你要去造燒到尾望 其實是這樣 就是為了名利 為了財色 然後造地獄 那才會下低欲 並不是你有這些 就會下低欲 哪有可能 但是他說第五條根 根就是說你會為了這個東西 然後去造作惡業 不習 就是不擇手段去造作 那這樣是比較危險 所以他說 但是重點就是這個心 所以有這個心 貪欲的心 那欲界裡面最主要就是欲貪 所以不起貪戀而欲得 欲得別人的財物 欺世 權位 那麼不取得他財的計畫 自己安分之主 所以叫做少欲之主 安於自己的本分 就是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心滿意足 就是安分之主 離貪欲心 離 這個是沒有貪欲心 對 就是貪就是非分的 不是你應該的 或是你不滿足 已經過度了 不是你應該有的 你卻想要擁有 你已經有了 你卻不滿足 這個都是貪 那以前有一個居士就問我說 師傅 送我們去買橘子 我們也要挑好的買 那我們買橘子 我們挑好的買 這算不算貪欲 這不是貪欲 這哪裡說是貪欲 本來你買 你用10塊錢 你說我要買那個最爛的 給我最爛的 就不能適度給我 你這個叫做愚痴 你這個叫做不貪 哪有這樣子的 我們拿10塊錢 去買等值10塊錢的東西 這本來就是正確的 那這個不叫貪欲 貪欲是怎麼樣 你用5塊錢要去跟人家買10塊錢的東西 人家明明10塊 你就一定要給人家殺到5塊 要用5塊錢去跟人家買10塊錢的東西 那個就是貪欲 或是10塊錢的東西買10塊的 結果還要人家送你5塊的東西 過度了 就是說10塊錢買5個 結果你卻跟人家買7個 跟人家拿7個 就是過度過分的 那你擁有10塊錢的你不夠 你還要更好的 你還要20塊的 30塊的 那這種 其實這個叫做貪 貪不是你拿你應該得的這個不貪 我做一天 比如說你的工作比較需要 這個工作是一個月5萬塊的 那個工作是一個月3萬塊的 那我一個月零5塊 人家零3塊 那這樣我會不會貪 這不是貪 這是你應得的 得到你應得的這個不貪 可是你得的是你不應該得的 是非分的 過分的 非分就是不是你應該得的 過分就是你只得到這樣 其實你卻要求過度的 非分跟過分 這個就是貪 那並不是說 那我們去買東西 那我們要求好的 要挑好的 那個是貪 沒有 本來就是隨你挑的 你也當然要挑好的 那這個不貪 這是應得的 你是付出的 你是付出多少錢 在他講好的 那這個其實並不貪 那我們要離貪 那基本上貪就是貪無欲 離稱惠 是對他不起稱惠 憤恨的心 就很討厭哪一個人 很生氣哪一個人 很恨哪一個人 以前我小時候也有恨 因為我對於別人欺負我 欺負我 那時候很小 也不小 就是國種的時候 因為我們比較窮 那比較窮 別人講話 真的是尖酸刻薄 那你就會懷恨在心 那懷恨在心你會有怎麼樣 你知道 你就會想要報復 你就會想要說 有能力的時候要報復他 要給他好看 那這種 就是化驗 然後來還好學佛 學佛知道要捨掉這一切 就捨掉了 真的 現在不會了 完全不會了 那要是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恨意加深加深 就是到時候你真的就 很多就是這樣 就是不斷累積 積怨 就是積怨不捨 就分開累積 這個是累積來的 那你不知道啊 就不斷地 然後沒有捨立 所以有些人一輩子 我一輩子都不原諒你啊 常常講 聽到這種 因為他原理的傷害 那你被看不起 被親自 被侮辱 被羞辱 在大宗中羞辱你 那你就 你那種恨 比如說恨一輩子 但是他已經羞辱你了 那你還要因為他痛苦一輩子 那你不是 你傷害你自己更嚴重 他只是傷害你一死 可是你自己傷害你自己一輩子 一事 那你真的是愚痴 所以後來我們想通了 我們就 不會在這件事情上 再對他產生怨念 但是我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希望 做一個希望 希望他能改變 因為他不改變 他也會因為他的夜而受苦 一定會有 尤其我們很受不了別人 諷刺 尖酸 科博的話 很受不了這種 你罵我還沒關係 你諷刺我 而且我非常受不了 就會這樣 但是這種其實我們要放下 放下 我們要記得不是這一些沒有意義的嗎 我們要記住佛跟我們講什麼話 不要記住煩惱人跟我們講的煩惱話 要記住要記住智慧人跟我們講的智慧話 可是我們反而都是顛倒 那個煩惱人講的話 我們非常深刻 念知在知 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那個佛講的話 三天五天就忘了 到底佛講的是什麼 教我們這些什麼 三天五天就忘了 所以以前我們也有這種習慣 覺得怎麼有一些 誰跟我講什麼不好的 我都記得那麼清楚 學佛話學那麼多久 我應該注意了 佛教我注意什麼 什麼樣的道理 我都記不清楚 孩子就忘了 所以真的要轉過來 守者轉身 身者轉熟 所以主持大德說 你一定要有這個習慣 以前很習慣的 現在要讓他不習慣 以前不習慣的要讓他很習慣 以前我們最習慣的就是這樣 就是別人 別人講我們我們就講無性 別人講不好的我們就懷恨在心 別人傷害我們 我們就謹記那個傷害 現在要轉過來 守者轉身 因為以前我們所習慣的都是不好的 都是煩惱 都是煩惱 都是惡惡 造業 沙大淫亂這些 如果起煩惱 造業 起煩惱 造惡妍 這個是我們習慣的 起煩惱 造惡妍 為什麼兩次惡口情侶這一件 現在要讓他轉身 不習慣了 不習慣 像還好我惡口我沒有習慣 我講一次我就不再講 抽菸喝酒就習慣了 如果習慣了 你現在就正而然講 你要刻意讓他不講也很難 真的 因為你現在要我講一句三次去罵人的話 我怎麼講 講不出來 你講一句給我一萬塊 我都很難講出來 真的 不知道怎麼從哪裡講出口 我沒有辦法講 現在要生者轉手 那些不好的習慣 那些不好的習慣 要讓他不習慣 那些好的習慣 要讓他變習慣 以前好習慣 都不習慣 沒有習慣這樣做 好的事沒有講愛語 講和和語 講這個佛法 不習慣 現在要讓他變習慣 生者轉手 其實就是改變習慣而已 祖師大德說 像憨山大師講的 修行不外乎是改變習慣而已 你是世間的習慣 你所講的都是世間的八卦 現在不講這個 人家講佛法 就是改變習慣 習慣不容易改 他說如有露面 好像有露那個面 要把有從的面脫離出來 還不容易 不過你念之見 念之在之 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使則勉強中則太難 其實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其實常常提醒自己 常常勉勵自己 常常肯定自己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也不容易 因為會有很多挫折 因為有時候會很不甘願 為什麼我學佛就要讓人家欺負 有時候會這樣 以前我也覺得這樣 為什麼我學佛就要給別人欺負 以前我去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均勻只有我一個人吃素 你們知道嗎 那個時候吃素的人很少 那個時候佛教也不吃素的 三十幾年前 佛教居士也不吃素的 只有一罐道吃素 當兵的時候 那些 因為都是年輕人嘛 他就會講一些 堅商刻薄的話 講一些 我也不管他了 就是會諷刺你 嘲笑你 吃素 怎樣怎樣 你也講 講這種 可能講一些 有就沒有講 我也不管他 但是有一個人 有一天 他不知道哪一天 哪一條心不對 他忽然之間 他就一直來罵我 一直罵我 那罵我 一般我們就忍耐 就忍 佛教徒 人家說你吃素的 要慈悲 你不慈悲 人家就講得更難聽了 我認識到一樣 那些跟你講 吃菜都沒有好心 他就講這些東西就對了 就好 那麼 一般就是說 你罵我 我就不回你就好了 算了 你看你 罵罵罵到我也起煩惱了 你講一講 我不講你就好了 你還一直講 你一直罵 我也就很生氣 我就不知道講了他一句什麼 我忘了 但是也不是罵他 但是我平常 人家講我都不回的 我就講了 停 我就是停 我問我一句也不會怎麼樣 我有一天 我那一次回了一句比較重 我不知道回什麼 我忘了 然後他忽然就認住了 因為平常他覺得你吃菜人 就是要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他就是這樣 你明明都說吃菜人 是吃素的 我就很生氣了 你一直罵 一直罵 我都不回你了 你還一直罵 我都忍你了 你還一直罵 然後我就很生氣了 我就不知道跟他講了什麼味道 然後他忽然就另認 你吃菜人 還可以 還可以懷疑喔 我說 你冒了那麼多久 你怎麼... 我說 那怎樣 吃素還不能呼吸 是嗎 他說 我吃素不能生氣 你說 吃菜人 還可以收起喔 我說 吃素怎麼不能生氣 吃素還不能呼吸 我又很生氣 後來我們會覺得 憑什麼 因為我學佛 我就要讓你欺負 我會怎樣 有些人就會覺得 你不是受了菩薩戒 你佛羅佛戒 你應該怎樣 好像我受了菩薩戒 我就受了一塊麻吉 有些人後來我們就會心裡面很不甘願 可是又覺得 心裡面又覺得 對 好像 好像要跟他吵又不對 不跟他吵又很不甘願 有時候會這樣 心裡面就會糾結 那我現在到底是要欺負的話 還是要怎麼樣 可是我會覺得這樣下去 好像又很... 很阿堅這樣 有時候會覺得這樣 就是有那種心理交戰 但其實 那個是你用忍耐的心 你沒有轉化 你轉化就不會 其實因為他... 因為他笨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起煩惱 照二月以後是會受苦的 那你不用跟他起煩惱 就好像一個人拿大便丟你 你閃開就是了 你幹嘛他丟你丟了幾次 你都不接 那最後你生氣了 你也拿大便來丟他 你的手心有大便 障礙是在你身上 何苦呢 不需要 所以有一個人去罵佛 罵了很久 佛都不悔 後來只跟他講一句話 你節日送東西要給別人 別人不熟怎麼辦 收何去啊 對啊 你送了然後外面的東西 我都不熟 他很平淡的 但我們一下子還做不到那樣 很平淡的跟他講 我那時候沒有讀到這句話 不然我也可以學這句話 你剛講罵了那麼久 送了那麼多東西給我 不好意思 這些我都用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那個時候還沒有讀那麼多 剛學佛 那時候剛學佛 剛剛學佛而已 還不到一年 就是當兵了 所以後來學習佛法 就慢慢覺得 佛法講得很有道理 那你怎麼樣轉化你的內心 那你怎麼樣善巧的 善巧的面對你的困境 用智慧來解決你的問題 然後既不會讓自己增加煩惱 也不會讓別人的煩惱擴大 這個是很好的 後來慢慢慢慢學習佛法 就發現到 你在面對很多衝突 很多挫折的時候 你都可以全身而退 而且有時候也沒辦法 但是至少利多有必 至少有必 因為事情有時候沒有辦法圓滿 沒有辦法圓滿 要大家都好的時候 實在是也很難 他就要你不好 你好了他就很不甘願了 所以也沒辦法很圓滿 但是至少 至少傷害降到最低 尤其是對自己的傷害 對別人的傷害都降到最低 而且傷害不是歷時性的 還有後續 你如果沒有處理好 這種傷害還有後續 就是以後還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種其實是我們要好好學習的 好 那這個是稱恨的 憤恨心 不做損害他人的設想 就是沒有預計想要傷害別人 離邪見就是正見 正見就是 我們講到有四種正見 正見有善有惡 就是有善有惡 其實就是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你要先分別 那包括道聽苦說也是這樣 你就沒有分別 也不吉義也是這樣 就沒有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正見有善有惡 有業有報 所有的善跟業惡 善都有善業惡都有惡業 惡業成熟就會有苦果 善業成熟就會有樂報 報不一定是限時 有時候是過去生 現在受苦 現在做善業 現在受苦 受的苦是過去生的惡業成熟 現在造惡業 現在享樂 那個是現在造的惡業 以後才會受苦 現在享的樂是全身造的善業來的 其實是這樣子的 這個也很容易明白 你現在的健康是你過去飲食正常 生活正常來的 可是你現在不注意 你現在飲食不正常 揮霍無度 然後以後會不健康 可是你看現在這個人 又喝 又吸 又抽菸 又喝酒 又飲食不正常 又熬夜 因為他還是很健康 他的健康是以前他累積來的 可是他現在就在生存消他的健康 他以後會很生病 所以現在的 現在的 現在你看這個人造善業 可是他卻沒有善報 其實這個業要講三次 要不然你就會疑惑 所以你看那個映光大師的文昌 有一個老居士 然後就問映光大師 你說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那麼我們隔壁的誰 他又受菩薩戒 又吃素 又經常念佛 結果他兒子發生車禍 然後他女兒怎麼樣 他自己也怎麼樣 那善有善報在哪裡 惡有惡報在哪裡 我以前看文昌的時候 我稍微看到這種 然後映光大師就跟他講 其實夜報是要通三次的 就好像我以前勸我媽媽說 我們不要殺生 盡量不要吃肉 才會享受健康 我媽媽就馬上問我 誰看見了 你看隔壁那個殺豬的 我們隔壁有一個殺豬的 有一個屠宰場 過去什麼時間要殺豬的 那個是要有執照的 你看隔壁那個殺豬的 他身體那麼健康 過得那麼好 月報在哪裡 哪裡誰看見了 哪裡有 這個一般人沒有從三世的角度去看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這個懷疑 其實月報 所以要正見有前生有後世 然後有煩有生 是有解脫的 是有解脫的 那一八正道就可以得解脫 這個你要確信 現在很多佛教徒受了末法的影響 就是現在這個實在很激烈 你怎麼修行都不會解脫 還有人在重播這種思想 你現在 現在是末法 你怎麼修行都不能解脫 你即使一八正道也不能得解脫 你只要不管有佛沒有佛 誰要一八正道誰就能得解脫 哪有可能說這個八正道有保存期限 只要我們的食物有保存期限 這個兩年就壞掉不能吃 那個豆漿如果你沒有冰 放幾天就不能吃 如果有冰放三個月 如果沒有冰就放三天 可能一天就壞掉了 那就是有保存期限 正法哪會有保存期限 如是因如是果的哪會有保存期限 沒有啊 有佛沒有佛都是這樣子的 你只要一八正道 何況現在都還有佛法 還有法就還有佛 我們都還知道八正道 誰要一八正道修行 誰就能得解脫 跟佛滅後多少年沒有關係 這個整個國家都沒有人在行八正道 你一個人行八正道 你還是可以得解脫 這個國家都沒有佛法 你去到美國 美國沒有佛法 可是你在台湾是學習佛法去的 你一八正道 你還是可以得解脫 雖然美國沒有一個人解脫 你還是可以得解脫 其實這個是這樣的觀念 你用政見 但是有些人就認為 這個時代你怎麼修行都不可能得解脫 所以你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念佛往生極樂事件 你只要不解脫 你就會多三二道 講到大家都無法可修 修也沒有用 那既然你那麼苦力 修六度修八正道都沒有用 那就不用修了 好好念佛往生就是了 就變成這樣 其實不是了 佛法哪裡是這樣子 所以你應該要有什麼 要知道其實 還是可以成為聖人 一定有聖人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 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叫做凡聖同俱途 所以修行是可以達到解脫 是可以的 因為印度有很多人 他認為沒有喪沒有惡 橫河邊殺人沒有罪 橫河邊救人也沒有功德 也沒有輪迴也沒有業 死了就死了 共產黨很多人是這樣 無論是這樣子 現在有很多知識分子也是這種觀念 生存是偶然的 死亡是必然的 那死了不會再生 那既然死了不會再生 死了就死了就沒有了 那這些業哪裡還會再有 就沒有了 所以還是有很多知識分子 因為他們的觀念是這樣的 他們不相信有輪迴有業報 有凡夫有聖人不相信這個 像西方國家大部分不相信 他們不相信有輪迴 不相信有業報 但是他們相信有上帝 上帝是聖人 上帝是聖人 是像是這個的 還有上帝的使徒 這個聖保羅啦 聖什麼啦 這一些是聖人 他們相信有凡夫有聖人 就是有神啦 神是聖的 這個神是聖人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佛教的聖人不太一樣 你要先相信這個 你才會修嘛 所以異業雖然是內心的 但發展出來就成為生與的行為 皆由無始貪稱之 這個就是什麼 異業 從生與異之所生 異 與生跟異動發生孔 所以失動發生孔 十善業的反面是十二業 離十二業行十善 實在是任何人受陰行的德行 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 是不是宗教徒 乃至於你就是無神論 也要行十善業 但是你會做基本上是因為 你相信你有政見 你現在比較容易會做 諸善業源是極多的 有很多的善 但是從顯見的重業來說 到家講千善百善 非常多的善業 但是從顯而易見的 比較重的業來講 就是十善 所以善業的根本 佛說就是十善業 就是一切善業的根本 菩薩界的根本也是十善業 以十善業為 以十善戒為菩薩界 在大聖法中 這是菩薩界 也是身文圓絕天人 一切善行的根本 他說 人天善所依止 三聖聖由之而成立 這在講這個祭 老師寫了這個祭 人天善所依 三聖聖法律 都是根本 三聖 聖凡 意思就是凡聖的根本 凡夫是人天 那麼聖 他寫的這個祭就是 十善業是凡聖的根本 凡夫是人天 人天善所依 然後聖者是三聖 聲文圓絕菩薩 神文圓絕菩薩 這是三聖 這個人天善所依 三聖 他這裡講 這個三聖聖法律 人天善所依 三聖聖法律 人天善法所依 就是十善業 依時善業才能 依時善業才能 做人升天 那麼依時善業才能 超凡入聖 三聖是根本 三聖聖法律 四聖聖事 這個是十善業 三聖聖法令 在佛法中 三聖聖法由之而成立 也是以之為根本 在佛法中 十三頁是測死測中的得寫 从最初到最后都是十三頁 他说如海隆王经 我们把这个讲完 海隆王经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十三頁道经 如果你去佛学院 大概一开始上的都是十三頁道经 我记得我们第一年是上十三頁道经 是这样 我把这个讲完 这个海隆王经就是十三頁道经 它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 唐朝 四叉烂陀 四叉烂陀 翻译的 导师写海隆王经 一般都是写十三頁道经 四叉烂陀翻译的 叫做十三頁道经 第二本 就是 北宋 就是宋常南宋北宋的北宋 那么师父翻译的 这个师父翻译的 佛为缩截隆王所说大圣经 佛为缩截隆王 或是缩截隆 这个缩截 缩截 缩是水面缩截 它就是咸水海的意思 咸水海 海都是咸水的 它也有淡水的 咸水海 所以叫做海龙王 其实是这样的 另外这个海龙王经也有 也有一本叫做海龙王经 老师写的这个海龙王经 是西晋竹法户 更早的 竹法户翻译的 它就叫海龙王经 但是那海龙王经比较长 它就是海龙王经 但是海龙王经的一品 这两个其实是海龙王经的一品而已 这个比较长 这两个都是海龙王经里面的一品 一品可以 但是一般比较少用这个海龙王经 都是用四叉难斗用的十三月道经 其实这样 所以它这里讲 它里面就说到 善法是人天众生圆满根本一处 生文独觉 菩提根本一处 无上正等菩提根本一处 就是生文圆解跟菩萨或是佛 那么何等名为根本一处 为十三月 这两个记 老师写这两个记 就是从海龙王经来的 这个概念来的 又说十三月道是生人天 得学无学诸沙门果 独觉菩提及诸菩萨一切妙行 一切我把守依止处 所以它是三圣圣法律 仁天善所依 那这个是从海龙王经 这样的一个经典本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下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